邁入第七屆的新北市泰山獅王文化節 在上週末的時候在泰山體育館隆重登場 這次泰山獅王文化節的重頭戲 當然還是獅王爭霸 這次獅王爭霸總共邀請了來自於 國內外視三組知名的獅隊同場較勁 現場的氣氛可以說是相當的緊張又刺激 邁入第七屆的新北市泰山獅王文化節 在泰山獅王文化節在泰山獅王爭霸登場 這次特別邀請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 與臺灣知名師隊共起三組 共同爭奪獅王寶座 泰山的股市絕對不是蓋 我看到他們每一年都跟我們親近 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96年創立的我們泰山獅王文化活動 是前程的到我們泰山 我們9月18號 隆立9月18號是泰山主師爺廟的 我們一個慶典 那之前就是我們回憶商代的豐收時代 都有人古早時代說去吃菜 來辦理一個傳統的文化活動 那我們泰山的鄉民都非常感念這個活動 所以在我擔任鄉長96年來 我們就辦理泰山的一個四王爺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除了一貫的武師的競賽之外 那還有一些社區的小朋友大朋友 還有那個老人家組成的各項師隊表演 那讓這個武師呢 變成我們鄰居地區的一個 向心力的一個活動 每年的眾國系當屬師王爭霸 國內萬師隊輪番上陣 展現彩晶與高窗的高難度技巧 充分展現師族的體力 技術和勇氣 現場的觀眾 無不投影熱烈掌聲 今天最主要這場呢 最主要是一樣來自三隊 國際的來自馬來西亞 新加坡 印尼的喔 他們都是非常精英中的精英 另外活動會場周邊 還有詩在有趣嘉年華活動 一共有許多有趣富有教育性的 師王闖關遊戲 大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 玩累了還可以到體育場的 園遊會逛逛吃吃小吃 而本台永加的有線店 是為回饋收視戶 也特別在園遊會社團 這邊配合行政院的數位化政策 提供我們所有在地的鄉民 進行數位化提升的作業 只要我們來這邊現場 填個小小的問卷 我們就贈送一份精美的贈品 另外的部分 就是針對我們的網路優惠活動 做一些說明 師王活動一如往常 整天活動吸引滿滿人潮 偵探師王風采 新北市泰山師王文化集 也能成為新北市最一特色的 在於文化集 成為泰山人心中的 發驕傲 向新聞記者泰山人的報導